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就继续来给大家玩我们这个国产游戏中的这个精品之作啊,天命其余啊 那么我们上次的话呢是已经进入了这个开封城啊,做了一小波任务吧,做了一小撮啊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继续玩啊,来,再战江湖 我们现在的之前任务的话呢就是出人大赛了啊,这个这个先不管 然后传闻里面的话呢是一个要雪花球,看到没有 然后呢之前的地方经验的话呢是要杏仁茶,杏仁茶我是已经有了 然后这个吉山红的话呢这个鲜糯米我是应该有了啊,真是不足钱 反正这个糯米我已经有了,巷子和龟板但是还没有啊 然后遗骨的话呢就是要那个烧纸的,我那个有个点数还不够啊 然后呢这个有一个红桥鱼店的老板那里的鱼货出了一些问题 这个我可以去搞一下,这是我们刚刚那个传闻的鱼店啊 鱼腮新红,眼珠清澈,应当是很新鲜的,但是身体的话又是如此僵直 有问题 卖,哦,这是个卖病鱼的啊,也就是说这个鱼虽然是新鲜的,但是他这个身体已经很僵了啊 开封最新鲜的鱼身 都僵成这样了,还不是病鱼 答应我一个小小的条件,你把这个鱼送给我,哎哟 哦,鱼长,对,鱼长剑啊 对,他,我刚刚看到主角要把,让,让把鱼送给他的时候我就想到了 之前这个地方不是有个人把鱼剑 对不对,是什么鱼剑,鱼长剑掉进了水里面,对不对 是吧,然后的话呢这个,我之前还想去水里面捞这个鱼长剑 那现在的话就不用捞了,来鱼长剑 这个啊,燃血的鱼长剑 好 这不是我的剑,这把剑还染了血,看不清楚有刻字 哇,你就不能自己把自己剑洗一下吧,还得我跟你去洗 洗剑,洗剑,我能 洗剑,我去哪儿洗剑的问题是 我拿球洗一洗 买碗面,然后拿面汤洗一洗 哦,对对对,洗衣房洗一洗,很有道理啊 对对对,旁边有个换洗房 换衣房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洗一下 不洗是吧,哎,等一下我记得,对对对,这个人 我当时手块帮他拉回来件衣服,对不对 来,帮我洗一下 哎呀 知不知道知人图报,小兄弟 小姐姐,你呢 啊,这可以,这可以 我来替你洗衣洗衣,看这个姑娘对我应该是有点意思的 然后给他看一下,洗干净的鱼场短剑 千秋万代,大仇必报,是我家传的鱼场短剑,没错 是你家传的剑,啊?染了血你就看不出来啦 而且克制这种东西就算是被血沾满了,应该也看得见了吧,对不对 家传短剑 报祖上的仇 我的高高高祖曾是一派之主 败给了世仇的公养派 迷流之地用尽力气啊,在这个鱼场短剑上面刻下这八字诀 这也是为什么这把剑突之烂造,但是他还是很想拿回来的原因啊 公养派发展的比鱼场派兴盛 人无千人好花五百日红,公养派最终凋零只剩下了一老一少两人守在开工程角落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右航角那个家伙 就是一个老头,一个小孩,对吧,我记得好像是公养派吧,我倒去看一下啊 难道是果然要派,让我们去帮他灭公养派啊,我的天 要替他灭了世仇的公养派吗 这肯定要点试吧,我觉得 这个你要点否的话,后面一系列任务不就没了吗 对吧,那肯定要去 肯定不会手软,我有个条件 你必须亲眼见证我杀的那对老少 我们肯定不会杀的,看着吧 没想到抛鱼取剑的时候拿那样东西正好能派上用场 只有一老一少啊,灭公养派 这一老一少的话,我之前找那个姑娘的时候是虚鬼子的,看到他们的 这种任务的话呢,你肯定要点试吧 你不点试吧,后面任务就没有了,那具体你要不要杀的话呢 我估计,应该是不杀的啊,毕竟一老一少啊 作为一个国产游戏的话,其实不一定是国产游戏的啊 这个杀老人杀小孩在游戏里面一般都比较少 来,公养派 说好替我面的公养派,你可别挣钱雀场 来吧 老头,两剑吧 渔长派托我取你,公养派两人性命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还想着过几年就退隐了 没想到人逃不过死结 臭小子快来拜师,该是你一展毕生所学的时候了 哇,真打呀 诶,诶 打我脸呢,你这个事,我的天 当然了,我估计应该是打赢了之后不杀掉 我估计应该是 来吧,先杀老的 这老头还挺厉害的 不,这小孩还挺厉害的 来,先放大招 让你打,好吧,让你打,打招 没有任何人能挡下这招 乖乖躺下吧 没有任何人能挡下这招 是真的猛啊 把小孩摁在地上打可还行 OK 应该会饶过他们俩吧 应该是没死我估计 我估计应该是把他们 什么打伤了打晕了呀 然后跟他说我把你杀掉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是不是 忍死不能复生 都是你,都是你把我扔进河里的鱼超崭尖 他自己扔进去了,看到没有 他自己扔进去了 他虽然知道自己要报仇 但是他并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我就知道没,我都可以猜得出来 你知道吧 偷偷让我们师徒配合装死 鱼血 不要全部尝尝 鱼血 原来我们现在表示几百年 ones 欧洲 还有鱼长派的秘笈,可以啊 修炼点数12 看一下啊 给我了吗,这个秘笈我看看 对,血是洗掉了,但是 他们把鱼卖给你了嘛 鱼在那边啊,他只是洗的是剑上的血 就壁手上的血啊,那鱼上的血还是都在的 他的秘笈是没给我吧,还是说我已经血了呀 这好像并没有给我秘笈嘛 秘笈是加了12点的修炼点数是吧 并没有给我秘笈是吧 可以的,那我现在的话呢 已经有了60多点修炼点数了 我把这个残烟一年再升一下 再升一下,虽然50点再升一级啊 升! 对于生命师低于50%敌人的话 提升30%的伤害,很舒服 好的,那这一排的任务应该做完了吧 我们两派合成三仙派,怎么样 公娘派和鱼长派 大家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 我可以 这个我知道 但是我准备考一考你们 为什么公养派和这个鱼长派可以合成三仙派 大家知道吗 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你们是玩过游戏还是一下就知道了呀 可以可以啊 就是鱼加羊就变成仙了 因为这个仙这个字的话呢 这个以前有道菜的啊 就是说在羊的身子里面放鱼啊 然后做出来才特别鲜 我们之前现在做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过来把这个主线给做一下 也不能叫主线嘛 大支线 大支线 就是这个除神大赛 主线的话呢 是去找这个合作馆领钱啊 这个除神大赛 存档别答错了 好的 来看一下 那么由于现在的这个一帮子传闻的话 能做的我都已经做了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过来把这个大支线 除神大赛给他做了 那么我们需要面 不是 酒面 药材啊 那么这边这个的话呢 我看一下 这边我记得是有一个 就是你吧 诶 啊 这个酒啊 酒 来给他出示一下我们之前拿这个参赛证明 出神大赛用的酒 回答一个问题啊 凯当以康 幽思难忘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世人以杜康一词指称美酒 请问这其中的原由是 杜康是酿酒业的起源地 杜康是酿酒的始祖 杜康是酿酒的始祖 传说酿酒的方式就是下朝的杜康所发明 可惜杜康酒的酿法早已失传 否则天下一定 否则一定是天下一绝的玫瑰 说好了答对题目就给你酒啊 这坛 狗鸡酒给你 什么狗鸡酒啊 这又不是人过中年对吧 保温杯里泡狗鸡 我要女儿红 对 他直接把女儿红给我了啊 那挺好的 有了这女儿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出来菜里面就 因为这个裁判他喜欢女儿红 我可以把女儿红直接出示给他吧 我试一下啊 黄瓜片 冬嫂 诶 这女儿红是不能出示的 那说明是只能拿来做 做这条支线的 生平世纪 画陀啊 发明了麻肺散 就是麻药啊 啊 清朗书嘛 这这还用说啊 上面的本档刚摸摸李时珍啊 这清朗书这东西的话呢 为什么知道呢啊 玩过曹操传的都知道清朗书这东西 每回合回血了解一下啊 要扇啊 给了我们一副要扇 好 所有的面食皆称之为饼 发展出了不同的类别 我摊上面卖的这种面最初名称是 你摊上面卖的啥呀 什么东西啊 因为用水烹煮食用 称之为汤饼 切成条状食用 称为条饼 我怎么知道你 你你你你你这卖的是啥呀 啊 我看得出来吗我啊 是汤饼是吧 哦 他这边有汤是吧 哦 这倒算是这倒算是个提示啊 对对对 这算是个提示啊 在汤中煮熟的饼称之为汤饼 发展成了现在的水煮面 可他办还行啊 面条给你好好煮面 拿个好名次 OK三样都到手了 我们去拿鸡肉 这个答不对题的话呢 就拿不到材料 然后的话就无法通过 相当于是厨师大赛的这个初选吧 应该算啊 评审队的料理赞不绝口 这一件 就没了 哇 这个初选大赛也太水了吧 你这 诶 如果如果我不找 我不跟去跟这个评委对话 我不知道他喜欢女儿红 那这个就拿不到了 是不是这意思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你必须得跟他对话 知道他喜欢要女儿 喜欢女儿红 然后你拿酒的时候 那个你才会跟小二说 然后他才会给你女儿红 对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删罪大哥啊 先去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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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颗大黄蛋 还有一千块钱啊 才给他三百块钱啊 我们赚了一千块钱啊 给了三百还赚了七百 枸权拿不到吗 嗯 OK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支蟹就没了 哎呀没有什么东西点了 好像都做完了呀 这里有一个穷书生 你们看到没有 发现没有 就在这个怡红院这个附近啊 哦 卖画的 会不会是给 跟左下角那个人有关 是不是 飘逸的字画一千块钱买了 买了副字画啊 感觉这个应该可以和右下角那个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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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出示一下对吧 应该是在这儿吧 对就是你啊 当今是在 一画咱求 哎 行云流水苍尽有力啊 多加两成 也就是赚两百块钱啊 有点尴尬啊 我做完一个任务才给两百块钱啊 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啊 我们这个悬赏还没做呢呀 你们还记得吧 这个任务接了 但是我没有发现什么蒙面人 是吧 唐葫芦 我觉得这个任务可以做啊 这个衙门的话我先去不了 我就先接这个吧 先放起原来那个 先接这个 他说是要有唐葫芦的话 就会过来抢你的钱 这个房间也没有什么事情了 好像我都已经能点都已经点完了吧 哎 哎 唐葫芦 看他没有 看他 看他 我明明身上没有唐葫芦好吧 你这个耳朵 你这个耳朵 你的鼻子还有点问题啊 这就是那个选赏啊 就是这个选赏 唐果谷啊 鼻子非常猛 先怼你一下 打完就跑 哎 哎 这二级是进展的忘记了 因为拳套用的比较少 远程 打下去跑 好 然后正式远程 水红穿石 其中的道理 就让你见识见识 接启导 然后来个增伤 来个增伤 然后一个深龙拳 一通虚蛆猛如虎 好的 搞定 小试伸手罢了 哎 这就很舒服啊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学场也完成了吧 哎 520块钱 有人说小孩的任务是后面的直线吗 跟烧主吧 我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把它烧了啊 保存一下 来烧着烧掉啊 来三叠值 祭拜海谷 刻了很多小字 心法残篇 啊 十二点修炼点数 跑星烧纸三叠 必得善报三生 可以的 获得了一点点这个 这个 这个修炼点啊 修炼点的话 我现在有48点了 48点的话呢 我现在这个生不了 但是我可以生成别的 加点属性也是可以的 比方说我们这个金锋宝典啊 剩下 好 哎 神功大臣 然后这边啊 江流血 哎 才百家之所长 对不对 哎 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打侠啊 光学一门武功 除非你把这门武功的话 学到 前所未有前无古人那种程度啊 不然的话呢 你肯定是干摸这种 这种 融会贯通的这种人士 对不对 来吧 我们去 做主线了啊 我基本上一块地方的话 把支线全部做得干干净净 我才会去做主线啊 当然了 前提是这个支线要有意思啊 这种支线我就特别有特别喜欢做 来吧 二十二一二二啊 我来拿这个运标的工资啊 报仇得卧在手 采安心 我现在就要拿钱 何总管 此趟标如数总的 或者汇报号 是否清点完毕 哈哈哈哈 呃 有两坛破损 但数目不误 我这就对钱给你啊 有两坛破损 不会扣钱吗 啊 且慢 老何 你先下去 可能是没有买这个运费鞋 哈哈哈哈 估计啊 这个辈子让我想到了孙上香我跟你说 老板 您回来了 那 那我就先下去忙了 原来这人就是老板 他身旁这两人不知是何方神圣 男的面色阴沉 女的却有一脸笑嘻嘻的模样 看起来不像是水警房的人 这种后面这一看就是达官显贵的那种那种那种样式那种装备 对吧 这个穿上像将军了啊 摔破了两坛 这可如何是好 张全新 张老板 我们在途中遇到了关马寨的山贼 缩新物品并未被夺走 也得亏里面不是酒啊 如果酒 酒不的话 酒打破了就没了 里头的货物 哈哈哈哈 张全新 缘分说好要完好无缺交货的 现在 你自己说说 该怎么办才好呢 哇 这个女的配音简直了我跟你说啊 小的很邪恶的那种感觉 小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居然是小的 哇这个才是大 也很正常啊 因为他站在最前方嘛 C位对不对啊 这女子是谁 为何在水警房直呼张老板全民 我估计这个人是朝廷的人 然后这个是他带来的 然后这个是水警房老板 对吧 这里头的东西 你们都瞧见了 怕不是要杀人灭口 里头的东西 他指的是水警房 以葡萄酒名义发飙的货物 也就是这小东西 也就是这个东西啊 要不给他出示个包子 干嘛 给他看包子不行吗 水警房 以葡萄酒名义发飙的货物 小机房 不对 刚才我也看见了 哎呀好烦啊 真的 他人 就是这个怪草 看着女人神秘兮兮的样子 哼 不过是味道难闻的怪草 从孕酒变孕草 跟当初说的不一样 四十地 不得无礼 这个吓人意的声音挺要听的 这样吧张老板 你说说这几个酒坛子值多少 我们照价从标理中扣去便是 我 果然动手了 有什么不行的 既然被你们看见 那就不能让你们活着回去了 只能怪你们自己运气不好 这个 平时啊 你们开封城里面啊 大街上有土匪 就是谋财害病啊 欺凌恶霸 不是他们挺恶霸 恶霸欺凌这个良民也就算了啊 哇你们这个 这个 接近这个城门口的位置啊 你们都敢直接拿刀出来砍人啊 这么恐怖的吗 警司哥小心 站 站 这是 什么速度 看得见其手势 却根本来不及闪躲 什么出示错误一次灰减少获得的八卦点 好 这么尴尬的吗 哎呦呦呦无所谓啊 少一点八卦点就死不了对吧 给他开个包子来扣八卦点啊 实际 他没气了 他没气了可他妈还行 上手就被秒了一个 张老板 今日这事要是不解释清楚 我开封标局和你没完没了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胖子和老鼠一样难笑 真是无趣 你这疯婆子 警司哥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可恶 大伙上啊 给警兄弟报仇 哈哈哈哈 太好玩了 他们一起杀正合我意 你可别插手 我要好好想伤伤 我有一种要被剧情杀的感觉 严勒 别把人全杀光了 留一些人带回去 是什么要行 热梅姐姐 不终于要去东阳村抓人吗 好吧 既然如此 哇 我的天哪 只有主角可以跟他稍微对抗一下 我也说这就是背景的力量 他师傅要不是那谁 今天就得死这 他想连我们师傅一起端了 可以的 良人号 你们死了 五个人 你就对吧 死死完了都 就剩一个夏大哥一个人了 说的对 我们分头逃跑 让他追不到人 好 那你自个儿也小心点 这是我们之前帮的那帮山嘴吧 帝兄们 该是我们报恩的时候 但是我们在开拨杀了好多三岁 对吧 对吧 你们是 我在想那两人不好对付 你别管这么多了 先说好 这次之后 咱们两步相见 多谢 他们的目标 这三个怕不出类 回村了 我们可以把那个任务给交了 我估计啊 马上门口就会出一波敌人了 是不是 来 就是跟着他来杀良人号的 打开小厅堂内的柜子 小厅堂的柜子 无所恐 气宁天灵 云流而下 刺江水庄 江流爵的基本心法 试着 这肯定是这个嘛 运行江流爵吧 对吧 获得四方锁 诶 正好属性狗 哇 跟我床圆的花纹好像 床圆的花纹好像 也就是说 还是得 等一下 诶 有东西吗 啊 真有啊 那我出事什么呀 看完这些书 这些书有什么非读不可的原因吗 这我出事什么东西啊 桌面上有一排书 然后他说读完这些书很花时间 然后让我出事个道具 你这给我开玩笑的 我有什么跟 可以跟读书有关的道具吗 那是锁 不可能锁 跟创统有关啊 我是让这一本书 应该出事一下这个书吧 蜡烛不可能的呀 对吧 哦 不是的 不正经的书 银瓶梅如意娘尊 可以的啊 这什么瓶梅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啊 不是啊 死老鼠 诶 拿了个死老鼠 他说他会有兴趣 不知道这个他指的是谁 酒碗 有什么东西能指出这个茶几很值得调查呢 应该是我们道具不够啊 应该是我们现在道具不够 这些东西都他都 诶 这还有一个 诶 沈娘的字条 啊 看到没有 每次任务可以让你进地图 进某房间之后 你就要搜查 因为说明就遇到好东西 把蜡烛又一把火烧 诶 你们脑洞很大吗 不会吧 想多了我跟你说 那个老鼠 那个老鼠应该是给老鹰吃的 对对对对 老鹰不知道会不会在这个位置 不在啊 不在算 先去把床源的东西点 床源 水流花纹相边 给你徒弟的那罐 你让他吃完后 先别急着拿着去洗 那这罐子里有东西啊 对不对 四方锁 一开始 重点就在四方锁 而不是柜子 顺手敲敲我的床源 是要启动某种机关 藏有物品 那肯定是藏有物品啊 对不对啊 诶 流水花纹意思与四方锁相通 对这个物品运行将流绝 又是把剑啊 他藏了这把剑的原因是什么 等我武功有成 要留给我 被人所托付 为了藏起来 这两个我觉得二和三是有可能的 对吧 二和三都有可能 那我们这边就选这个 被人所托付嘛 这把剑的价值不只是在剑本身 而是作为信物的话 可以 他若有紧急知识 让我去找这柄剑的主人 你这人好面生 你是来找谁的吗 八卦十五点 你拿出刀子做什么 有人来图村了吗 就是跟过来那拨人啊 快逃啊 快逃啊 我 哦呦 变僵尸了啊 我就知道 这种药草一定是类似于毒品啊 就那种效果控制人用的啊 他双影无神 对我的声音恍如为人 放尸来了 我的天哪 后力气 后力气 下大哥 怪不得 下大哥 发生什么事了 下大哥的功力比运久是更强了 很强啊 真的很强 原来沈娘会武功 沈娘 他应该是被药暂时控制 我刚好经过附近 听到渡渐大海 风儿 什么问题刚好经过附近 你从房梁上下来的 你跟我说正好经过附近 这么恐怖的吧 啥都会了 不知沈娘是太过专心 看着夏大哥 还是不想提往事 风儿 你确定 他不是跟你结仇 才攻击你吗 肯定不是 夏大哥个性敦厚 况且标局死了这么多人 他原该回标局才对 那我猜想 他这症状 或许是中毒了 中毒 他内力运行的方式极为诡异 感觉像是要一口气 把所有内力耗尽死的 我刚对付他 发现他似乎也感不到疼痛 可以提升功力 并且感受不到疼痛 然后还听命于人 哇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 制造人间兵器的 人形兵器的 这么一种东西 从这些症状来看 他极有可能是中毒 三生三死瘾之毒啊 三生三死瘾 你没听过也是正常的 从前有个药王一族 他们是代解饮用药草 对各种药 可以说是如数家珍 这个我知道 那他们药王这个 销到最好的叫做 含啸半步蝶 嗯 百年前 他们企图称霸江湖 提炼出一种 极为阴险的药 就是三生三死瘾 当时许多人被下了三生三死瘾 心智被操弄 被吃土反弄 父子对抗夫妻互杀 诸如此类层处不穷 酿成无数悲剧 父子对抗夫妻互杀 这么恐怖的吗 药王一族 后被各大门派群起围攻 几乎灭门 残余的药王族人隐居山谷 直至十年前灭门 才不复存在 感觉这种玄幻小说里面 都有这么一个存在 药王谷这种东西 我跟你说 基本上都有 都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实力的话 中等偏上 完了之后的话 产药能力特别强 哪个地方的人 种了什么七毒 都要去药王谷求药 都是这种情节 三生三死瘾 从此失传 没想到 此药号称 一瘾丧志 长眠不醒 再瘾失神 六亲不认 三瘾丢魂 唯命是从 三瘾丢魂 唯命是从 这禁药可怕之处 在于它能操控人心 凡是瘾此药的 皆会丧失自我 听从下药人的命令 你是说 夏大哥是被人操纵了 不错 对方能做出 传说中的禁药 肯定非等闲之辈 我只能看出 这三生三死瘾 含有一品红 和赤叙石的成分 至于其他成分的药材 我就分辨不出来了 一品红 赤叙石 应该还有我们之前 拿的那个 那个不知名的草药 最有可能操纵夏大哥的人 便是刚刚那对狗男女 药王灵霄可怕 他们又在利用 标局走私不明药草 不知他们走私的药草 是否 沈娘 你说的一品红 就是这个吗 不错 这就是一品红 那岂不是可以给妹子 让他对你唯命是从 哎呦 我的天呐 我看到这个药DFI 就是人形兵器 你这个DFI 怎么是这种东西啊 据说一品红 生长的干燥炎热之处 在中原极为少见 风儿 你这一品红 这就是我方才提到的 走私药草 且慢 满满一整辆马车 这一品红 药性强烈 只需要一株草 就能炼取毒液 根本无 不管他们在计划什么 肯定都 可恶 目前连敌人是谁都不知道 一品红的话 还可以去找主持开封酒商 水井房那边探查 此二物 极少在江湖出现 杭州大福书 一品杭州 大福书才刚去交期 不好好在家陪老婆 没事跑那么远去干嘛 给妹子喝的 让妹子帮你写作业 可以啊 可以的 他最近在那边 新开了打铁铺 所以比较 好极了 三生三死瘾的药方 一品红的产地 该不会 沈娘 你想到什么了吗 江湖风云在起 这事 或许你师父没与你提过 你姑且听听就好 第一次见到沈娘 面色如此凝重 我与梁仁浩 曾经是同门师兄妹 好 坦白了 那我不就要改口叫师叔了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与沧派也早已解散 若不是为了你 你师父也不会再立沧江派 与沧派 沧江派 那时我有两个师兄 其一便是你师父梁仁浩 而另一位 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 与你师父理念不合 而离开寓仓派 这事 也间接地导致了寓仓派的解散 沈娘会提这个 莫非 莫非 我这没见过的师叔 与三生三死瘾有关 沈这肯定不是啊 师父与 应该选这个 对吧 是的 你的这位师叔 离开寓仓派后 从此下落不明 我也是多年前才得知他加入了一个神秘组织 加入了一个神秘组织 你让我想到了白斩堂他们那个组织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像白斩堂和那个 助无双啊 在那个组织里都是垫底的存在 我忘记在组织上什么名字了 反正很神秘 这个组织表面劝人向善 但私底下 似在酝酿什么阴谋 而江湖上知道一品红的人少之又少 有取得渠道的人更是屈指可数 而好巧不巧 我这师叔就是有取得一品红渠道的其中一人 正是 看来我这师叔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啊 其实也不尽然 有些事是要你自己的眼睛去下定论的 是好人是坏人 有时候全凭立场不同 无分对错 唉 若可以的话 我其实是希望你不用经历这些的 这三生三死瘾至今尚无解法 我先让他睡一阵子 躲过这风头再另寻他法吧 得找地方逼风头啊 不好 我们快走 还好我的点数够啊 我要点数不够的话 这些主线任务中不都都都都僵了吗 对吧 你想到什么了 方才顾着担心夏大哥的状况 反倒忘记一事 夏大哥被人操控 小西村外面的村民 我曾告知夏大哥小西村的事 他们操作夏大哥 就是要来将我这知情者灭口 不错 我们快走 现在要走 只怕太迟了 是谁 让我们找你找好酒 坏孩子 就要打屁股 李妹 没想到还能听到你替我说话 对呀 我知线还没做完呢 春里有个知线 要喝乐茶的 对不对 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 因为那个之前我接那个喝茶的任务 我得先去那个开封才拿到茶 对吧 然后拿到茶之后 我又回不来 就只能主线回来 要主线回来的话 你把人杀光了 应该不会吧 这家伙 这家伙就是我另一位师叔 雀藏鹰 加入魔尼教后 你还多学会了偷听别人讲话的习惯吗 那个女的应该还活着 本来任务做不下去了 原来沈娘说的神秘组织就是魔尼教 魔尼教 你们可误会他了 要不是小苍苍执意要先确认附近有无其他高手 我可是想早点进来的呢 李妹 没想到师父才讲过一次 你竟然能认出三生三死隐 教主下令 凡是知情者都必须灭口 魔尼教 魔尼教是还记得 你能加入魔尼教的话 说不 哼 执迷不误的人是你 你们制作三生三死隐 屠杀无辜民众 操纵善良百姓 你以为你这样做 香儿就会高兴了吗 香儿 是不是又是这种香儿和这个 我们主角师傅一起行 香儿是这个人和主角师傅一起喜欢的那个妹子 是不是 我估计应该是 都是这种剧情 摸你教 你有再多力量 香儿也回不来的 我知道她再也回不来了 雀仓音 快醒醒吧 你只是被魔尼教利用罢了 我替教主办事 成为魔尼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 本为互利关系 何来利用之说 李妹 我再问最后 你真的不打算加入魔尼教 绝不 那就休怪我不念当 新娘 我来助你 2比2 出去防御的时候 破防 我这场怕不是一个硬仗 这场怕不是一个硬仗 还好我把剑还回来了 小妹妹今天我来陪你玩玩 小心别把命玩掉了 你看起来 不是 我刚刚说陪你玩玩 她说什么 小心别把命玩掉了 可他妈还行 破防 好痛啊 等一下我没有破防的东西了 哇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超东西 好痛哦 无敌斩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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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无敌斩放的 哇靠 怎么空了呀这无敌斩 火毒 火毒 是不是那种中了之后浑身发痒 想找 啊啊 这正好命题就有一个呀 让我砍一刀吗 很快就结束了 不不不不不 哥哥我相当的持久 破防 先开个这个吧 人家有点痛哦 哈哈哈 哎呦 我有点怕呦 又防御 我只有这一招破防 就比较僵硬 让我砍一刀了 你为什么要打我 你为什么要打我 哇哇哇哇 这个云水有点过分了 还好她没干过 感觉不然有点危险 你为什么要打我 人家好痛哦 这个战斗也是过分的 一会儿就不痛 本来非常严肃的一场战斗 就因为他这个语音毁了 这里交给我 你别过来 单手打有武器的 有装备有武器 这属于是 新手装 新手村出门之后的一身白装 一身紫装 战 香儿 香儿 你最喜欢的理解 要去陪你了 这 那东西 是你师父要给你的 说实话 这个琉璃 我还是挺喜欢 贤良舒德 长得又漂亮 虽然说他头发自作的 有点那什么 但是感觉这个人物 我非常喜欢 对吧 能逢能补 能做菜 对吧 一手咸菜 惊天动地 对不对 对主角也很好 这就这么死了 我一直把你当儿子 沈娘的石头 沈娘 你先别说话 我帮你直写 他不是沈娘的圣洁石 我在说什么呢 小狗子 和小狮子 就麻烦你了 沈娘 你别死啊 沈娘 小子 刚刚黎妹 交给你什么 切苍蝇 还我的沈娘来 无必急 你马上就能见到他 哇 这个如果我主角把他打赢 这太不科学了吧 这我估计应该得 狙精杀一波吧 哇 哇 哇 我天哪 哇你这个伤害 是一个 哇 走走走走走你跟我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这伤害 巨金杀了我估计这把肯定要巨金杀了 让我放无敌战在10号跑 他先放一个无敌战 太恐怖了 根本没法打 逃都没法逃因为逃也是有冷却的 到最后还是抵不过他们 看来是无法替沈娘报仇了 我还以为师妹必定是把玉派给了这小子 没想到竟然只是颗石头 那石头就留给你们当陪葬吧 可恶 身体动不了了 可以打赢你打了一个半小时 哦哦这样子的吗 想不到师妹也会搞这种无聊把戏 这赢了的话游戏就结束了吧 是不是 亏我们还利用标决的标诗引路 想不到还是白忙一场 这标诗刚刚的动作还是有所迟疑 看来这三生三死引还很不稳定 无论如何走吧 人家是颜色呀 我每次都认错人 看来是颜乐刚打输了 哦不是双胞胎 是的他没有的 双重人格 不管怎么说 啊不对啊 三重人格 喜怒哀乐那不是四重人格 怎么办 没有问出玉佩的下落就把这小子杀了 这下要被教主责怪了 别担心 别担心良人号为了替心爱的徒弟报仇 就会自己现身的 要是他没来呢 他绝对会来的 只要他还是一代大侠 良人号 如果在你明亮的世界里面 我只是隐隐 如果在你轻柔的嘴角眉间 撞满了风雨 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 对你说一句 我只想和你永远在一起